朋友们好,我现在行驶在京哈路,就是102国道上,德惠段。 今天是2021年12月31号,2021年的最后一天, 在这里我们欣赏一下太阳在飞檐走壁。 我沿着京哈路由南向北行驶,出生的太阳在我的右侧。 我今天的行程是从长春出发,经德惠,去往农安。 在长春出发的时候是黑天,到德惠正好赶上日出, 现在我从德惠去往农安的路上。 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叫X013县道。 这条路有一段路,就是路况特别差, 每隔个几十米就是这种颠簸路面。 能看到好多石头,就是露出来的都是尖的部分, 然后就是走在这上面,你就特别担心会不会爆台。 这是在考验车的性能,也是在考验我的驾驶技术。 这样的路况从边杠乡到靠山大桥, 距离大约是16公里,走了一个多小时。 靠山大桥是X013县道跨伊通河大桥。 行驶到靠山大桥上,路面开始逐渐平整了。 桥的右前方有一个牌子,这里写的是农安界。 这里是德惠和农安的交界处。 现在是上午8点半,太阳刚升起一个多小时, 这个时候的光影比较好看。 桥下是伊通河,以及伊通河两岸白茫茫的原野。 继续往前走,前面是靠山镇。 从靠山大桥到靠山镇, 大概还有三公里左右的路程。 看到这个加油站,距离靠山镇就很近了。 到了镇里,车和人就都逐渐多起来了。 这是迎勤的车队,左边是个宾馆。 我现在右转进入靠山镇,看一下靠山镇的风光。 镇里是个商家密集的地方, 十里八村都上这来赶集,买一些生活必需品。 乡村的快递多数就是寄到镇里, 收到快递信息之后呢,自己到镇里来去。 离开靠山镇,接下来走的是乡村道路。 这是一段新修的乡村公路,水泥路面非常平整。 道路两边是村庄。 现在看一下吉林农村的冬天风光,白雪茫茫。 路上没有积雪,是因为上一场雪大概是12月初, 已经有20多天没下雪了。 早晨的水泥路面上有一点缓霜, 还是要速度慢一点,太快容易打滑。 前面这一段是弯路, 这儿走的是S型玩,迎着太阳。 太阳在树梢上跳跃, 逆光产生了各种多彩的光斑。 现在这个方向又继续向北走了。 天特别蓝,在迎着太阳的时候天空是发白的。 顺光拍,天特别蓝。 乡村公路每一次会车对我都是一个考验。 现在我们进村了, 这是我们乡村游的第一站。 之前的拍摄都是在车里隔着玻璃拍的, 现在我下车拍一下乡村风光。 这是村间的小路, 就是只能走一排车, 会车的时候就得找谁家院子前宽敞的地方停下, 然后另一台过去, 掉头也需要找一个宽敞的地方。 前面这个小路风景挺美的, 两棵树抱在一起, 一条小路伸向远发。 乡村之行, 看到很多原汁原味的东北农村风光。 这一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 朋友们再见。